大家好,我是卓老师 我们今天继续来说说养肺的内容 肺为胶脏,是我们身体最焦润的器官 那么肺居胸斜之中,在五脏最高位置 古人称之为滑钙,有覆盖五脏六腑之一 肺将体送过来的营养物质散不给五脏六腑 所以如果肺有问题,也会影响体位肠道的运作 同时肺气也是我们人体抵抗外来疾病的第一道评价 所以我们要常常在上午起床之后 做一做宣肺理气的动作 这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的好 那么本节向大家分享一个很好做的宣肺理气操 大家跟我练习一下 第一个动作,扩松运动 双臂,曲肘,手肘向外扩展 拉伸我们的松肌 这样做 那么拉伸的次数是20次 在拉伸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保持呼吸均匀 一 二 三 四 五 那么做完20次之后呢 我们再做深呼吸 做十次深呼吸 好,我们做完了十次深呼吸 好,我们做完了十次深呼吸 我们就可以进入第二个动作 拍打 走肺筋 那么肺筋的话呢 它拍打的路线呢 就在我们的手臂的外侧 那么从肩膀开始 沿着外侧往手腕方向拍打 好,我现在向大家示范 那么拍打 力度要适中 不要太大力 要拍出那种弹的感觉 那么拍打的话呢 每移动一个区域 拍打十次 好,比如说从这里 是一个区域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上一个区域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一直到手腕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好,这样子拍打就可以了 那么拍打完 左侧肺筋之后呢 我们进入第三个动作 弹肌 我们左拇指摇侧 那么我们用中指弹肌 那么这个弹肌呢 时间和次数都不限 弹到整个摇侧 有明显的发红就可以了 好,弹完 我们进入第四个动作 甩动双臂 那么顺序呢 是先左后右 每侧用力甩十次 好,我现在向大家示范 左侧开始 自扬伸直 甩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一定要用力甩 甩完左侧我们再甩右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好,这是第四个动作了 好,以上四个动作 就是完整的 宣肺力气操 任何运动都是要坚持的 坚持做 作用才能出来 好,本节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本节是我们养肺尊男的第七节内容 本节我们来说说肺热的自我辅助调养的方法 肺热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咳嗽 有黄痰 口肝 口渴 鼻息 灼热 甚至会有松吐 早醒 失眠等等 今天向大家分享一个谢肺热的小方法 有三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 刮视左右肺筋 刮视手臂的肺筋段 我们就选 1 2 9 1 2 3 2 3 3 5 3 4 3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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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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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